大家好 我现在正在中国九泉卫星发射中心 再过一会儿 中国新一代海洋水色观测卫星 海洋3号01星将会在这里发射升空 那么什么是海洋水色观测卫星 以及我们为什么要去到太空看海 我们今天请到了国家航天局的相关专家 为我们进行解读 海洋水色观测卫星是光学卫星的一种 它的水色来源于英文的Ocean Color 字面意思就是水体的颜色 它通过这种水体的颜色 来繁衍海水的组分和成分 特别是水色产品 它就是一种水色要素的产品的减成 最简单的水色要素主要是液绿素能度 悬浮物能度 还有一些黄色物质的能度 液绿素能度是基本的一种海洋生产力 它也是海洋碳循环的一个基本的参与者 全球的碳循环 海洋这个碳循环是很重要的一部分 它只能通过就是一种光学手段 也就是咱们这个海洋水色卫星来去获得 孟令杰介绍 新一代海洋水色观测卫星 最直接的应用是全球海洋气候变化研究 它也能获取近海和内陆水体的水质参数等数据 对水产养殖 滨海旅游等方面提供信息保障 新一代海洋水色卫星最直接的应用 它依然是全球海洋气候的变化研究 比如就像全球气候的变暖 还有全球的碳循环中 它可以承担重要的角色 因为陆地有碳 森林有碳 还有海水中也有碳 这个碳的含量的监测和它的即时动态的监测 对将来碳达峰和碳中合作 咱们的碳的战略和规划有非常大的支撑 如果说对老百姓生活的影响 那基本上就是在集中的 就是对近海和内陆的水系 这颗卫星可以获得一些直接的一些水质参数 对一些水产养殖 还有一些近海的旅游 还是有一些很强的一些信息的保障和支撑 孟灵杰表示 海洋水色观测卫星是探寻海洋水体组分的有效手段 它帮助我们提高对海洋的认识 微波是海南潮流水面 所以这个水色卫星也是探寻海洋水体组分的一种有效手段 人类如果通过一些船只 它获取的是非常区域的非常局部的 海南对一个大范围的一个区域进行观测 有了海洋卫星以后 它使得我们对海洋的认识有了大大的提高 特别是对海洋的这个水色水温的这种 基本的这种要素的建设 据了解 海洋3号01星发射入轨后 将先进行载轨测试 后续卫星正式运行后 将获取大量海洋水色数据 可供全球科学家和有关用户部门使用 为全球海洋科学研究提供一手材料 我们下期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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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期见